大家好 欢迎回到Chaser的频道 每年的夏天国内最热的话题肯定是高考 咱们今天就聊一下加拿大的高中申请大学的话题 同时根据这个话题 Chaser针对不同阶段的留学生分析一下 应该选择公校还是私校 无论你是一名高中生还是一名寻求有用信息的家长 这个视频都将为你提供宝贵的意见和信息 请务必仔细观看 好 让我们开始吧 由于加拿大和中国美国的升学体制不同 不需要国内的高考和美国的SAT考试 所以学生能否就读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理想的大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2年级 也就是高三的成绩 我们以安省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多伦多公立学校 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名校 例如Richmond Hill的Bellville Elementary Cero's Dream 万景的Uniwell 北约克的Hill Month 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是不对海外招收留学生的 因为这些学校都会提供Gifted IB AP的课程 这些课程都是需要孩子很小就考进去 比如Gifted Program一般要求小学三年级 需要选拨Top的2% 就是前2%的学生 Pre-IB一般是在八年级选拨学生 经九十两个年级的Pre-IB后 从十一年级才正式开始IB Program 每年都有大量的加拿大的本地学生的报名考试 目前除了北约克的名校之外 其他名校的IB和AP的课程都用出签的方式进行录取了 由此可见多人多知名的公立学校的内卷程度不比北京上海差 对于您小的海外留学生 公立学校肯定是首选 但是公立里面老师的好坏 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毕竟人家的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而不是精英 所以如果您打算十一年级甚至十二年级才来加拿大留学 Chatter认为你在这时候再去读公校肯定不是最好的出路 因为在加拿大当学生进入十二年级的时候 他们会在第一学期的期末和第二学期期中上传他们的成绩 到Ontario University's Application Center 也被我们称之为是OUAC系统 大学的录取过程主要会关注学生的Top6成绩 记忆他们在十二年级六门的最高分的课程 有些学生会选择去超过六门的十二年级课程 但大学在计算平均分的时候 只会选择这些课程中的最高的六门 至于十一年级的成绩 一般来说大学录取时不会考虑 举例来说 我们有学生是从中国过来的 他们十一年级已经在中国完成 可以用加拿大的十二年级成绩去直接适应大学 而不用去考虑十一年级中国的成绩 关于大学录取过程 这个过程有一定的迭代性 他们首先先看学生已经完成的十二年级课程的成绩 同时也会关注学生正在进行的十二年级的课程的成绩 如果学生已经或者预计能够完成六门的十二年级课程 并且他们的平均分达到了该大学的录取标准 那么大学便可能会提前给录取通知 然而这种提前的录取是有条件的 学生在最后的成绩公布后 需要保证他们的平均分仍然能够满足大学录取要求 在整个的录取过程中 大学会按照轮次进行 优秀的学生可能会在一二月份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时他们下学期的课程可能还在进行中 对于这部分的学生大学会依据他们已经完成的课程成绩 以及正在进行的课程的期中成绩进行预判 对于未能够在初次录取过程中被选拔的学生 大学会在后续的轮次中 根据他们的期中成绩和最终的成绩进行评估 这个过程中 如果之前录取的学生选择了放学录取 那么这个名额就会空出来 比如说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在一月二月份获得了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 都是多伦多大学 华铁楼大学 或者是UBC 那么这个学生只能选择一所大学 那么另外两所大学 他们的名额就会留给下一次被轮次的学生去申请 大学会在后续的轮次中 再次发出录取通知书 去给那些等待中的学生 总而来说 申请加拿大大学的学生 应该是重点关注他们12年级的六门主要的课程的成绩 尽力确保这些课程的成绩 能够满足他们心仪大学的录取标准 同时他们也应该知道 大学录取过程是有迭代性的 即使是一开始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也不要气馁 要坚持提高成绩 争取在后续的录取中 获得其他的机会 而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 那咱们上文提到的六门或者八门课程到底是什么呢 在安大略省 高中的课程通常分为两类 分别是U类和M类 U类课程是为大学的预科做准备的课程 而M类的课程 则是为大学或者是职业学院做准备的课程 他们都属于University 对于六门课程要求 通常是依赖于学生打算申请的大学和专业 具体的课程要求会因专业和大学的不同而变化 但是一般来说 英语和数学通常是大多数专业的要求 例如英语是4U 这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满足基本要求 因为英语能力对于大学的学习至关重要 The One State Functions 这是一个针对数学较强专业的要求 例如一些学科 工程学 物理学和经济学 是必须要求这个课程的 Kindler's and Wilders 维基分和向量 也是针对数学较强专业的要求 Biology for you Chemistry for you Physics for you 这些课程对于医学 化学物理学 等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是World History for you 这是一个社科专业 例如历史和政治学等 可能需要的课程 其他的课程可能包括地理 计算机科学 经济学 环境科学 艺术 音乐 法语等 具体要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目标专业而定 总的来说 学生在选课的时候 要明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尽量选择那些 对他们未来和大学申请的专业有帮助的课程 在成绩评估的过程中 每个学校都会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估 这个标准不仅适用于12年级的课程 也适用于11年级的课程 虽然每个学校可以自行评估学生的课程成绩 但他们都必须遵守安大略省的教育与教学大纲的要求 每年安大略省的教育局会对这些课程的执行的情况进行评估 然而学生的具体的分数并没有统一的测试方法 每个学校都会给你自己的评分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非数的评估 这里很关键 刚才咱已经提到了 学校是有权利自己出题 自己去评估学生的成绩 说到这里 车子就只能隔层杀了 捅破了就没啥意思 其次私校的师生比远高于公立学校 老师看成绩和看学生反馈拿工资 而公立学校就类似于铁范 如果排名靠前的公校 学生都会努力学习 老师的作用就只是传道受业解惑 但一般人都知道公立学校真正排名靠前都是妥妥的学区房 你住在那个学区才行 咱留学生难不成为了上学 先花上几百万加币去买个房不成 这个问题是大家一定要想通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疑问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席留言 如果你喜欢拆拆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加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